第四百八十七集 那爆炸的血肉竟然一下消失了 开始是活灵活现 但是下一刻就成为了幻景 打爆的竟然是一个虚幻影像 不错 就是虚幻的影像 而真正的方寒通天剑派 羽化门群星门三大门派 庞大的气息都无影无踪 似乎是已经消失了一般 刹那之间 无数的高手神念 在灾难殿堂之中扫射来扫射去 但都发现不了分毫气息 方寒和诸多高手凭空消失 这么多的高手 按照道理 就算是最微微小的空间尘埃 也会被抓住 要知道 三大门派如此之多的气息 交杂在一起 就算是再浓缩 也会有蛛丝马迹 可以寻找 在虚仙高手的追踪之下 空间尘埃也没有任何用处 虚仙高手的神念 可以渗透千百平行空间 更别说是真仙 甚至是太皇天这种半只脚 踏入天仙境的人物了 这种人物 一颗巨大星球上的尘埃 它都可以完全的一粒粒分割出来 但是现在方寒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众人的神念搜索亿万平行空间 没有发现任何气息不寻常的空间尘埃 怎么 怎么突然消失了 难道逃出去 这么多的人 怎么可能逃得出去 那也说不一定啊 方寒的手段极其厉害 外面虽然有多重封锁 但只要让他寻找到蛛丝马迹 还是能够逃脱的出去的 这次如果能够逃出去 那台阴门不就亏大了 让方寒全身而退 而且还合并的通天剑派 如果以后方寒四处打游击 台阴门防不胜防 也恐怕是支持不住 弟子都不能够出去了 议论纷纷 谁也没有想到 本来应该是激烈到天崩地利的战斗 这一下就无影无踪 风平荡静 方寒消失 场面寂静 在天空中施展出天王斗罗大仙术 还有一件绝品道器 封锁住虚空的 斗神大世界 斗神帝国真仙 斗日落 脸色也是一愣 眉宇之间 杀气凝固 他也没有想到 方寒会凭空消失 居然无法找到影子 到底是跑出去了 还是没有跑出去 按照道理 我的天王斗罗大仙术 全力施展开来 就算是真仙也无法逃脱出去 更何况 现在这里 并不止我一个人封锁 要成天道友 已经在千万虚空之中 布置下了太虚万患古毒 真仙沾染在身上 也难以逃脱 他无论怎么逃走 都会被古毒 沾染在身体上 甚至是绝品道器上面 不但显现出形体 还要被直接堵死 绝品道器的气灵 都要被堵死 斗日落一下 加大的神殿 开始猛烈搜索 按照直觉 他认为 方寒绝对没有逃脱出去 要是能够在这种布置之下 都逃掉 那简直太恐怖了 以后 还怎么威杀此人 诸位道友 方寒这魔头 并没有逃掉 还在我们之中 诸位道友 小心警惕 这魔头会突然抱起伤人 太皇天失去了目标 用手一指 整个末日战旗 融入虚空 扩大扩大再扩大 把整个太医门 上上下下 都笼罩起来 师兄 方寒不会已经 逃掉了吧 太和天 传递神念给他 师兄 我的神念 怎么都搜索不到 我刚才施展出了 玄门十二项的 推算之法 居然没有推算出 任何在太医门中 存在的痕迹 他如果一下逃走 那我们的所有布置 不是全部无用吗 太虚天 也有一些担心起来 没有 他绝对还在这里 我可以肯定 太皇天神念交错 给太医门所有的弟子 以巨大信息 别人不知道 我踏入天仙夜尾之后 知道得十分清楚 他之所以能够隐藏住神起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靠的是天皇境的能力 天皇境 乃上古仙气 全力发挥 号称可以和宇宙平行 永不交叉 独立于天地之外 跳出现在世界 任何攻击 都不加持于身 但是我可以肯定 天皇境现在并没有 跳出现实世界的能力 就算是上古天皇 亲自施展出天皇境 跳跃出现实世界 也不过就是一千个刹那 过了时间 仍旧会回到现实世界 不然的话 就要永恒地放出在虚无的世界 独入现实 而且这次 贤界的旨意 我已经参无透彻了 这次方寒是必须要围杀 可以用他来引诱出 殿母天君的转世之身 方清雪来 贤界最近对于殿母天君 越来越重视了 似乎是已经感觉到了 什么危机的事情 如果我们这次能够灭杀 方寒的同时 抓不到殿母天君 送入仙界 那得到了仙界赏赐 不可思议 甚至仙界还会赏赐下来 一件仙气 而且 你们都会晋升 在仙界得到极大的职位 绝对不比一般非生的小卢裸 但是 玲珑仙尊那边 而且殿母天君 虽然传闻他法力很低 但万一觉醒了远古的记忆 修为起来 根本没有瓶颈 凸皮猛进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旦出现 加上方寒的手段 还只有可能迫近而出 哼 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这一刻都在仙界的掌握之中 玲珑仙尊那边 仙界也极为重视 要不然 也不会派天仙使者下来 在最后关头 仙界会消耗极大的力量 再度降临更为强大的存在 师兄 那现在怎么办 方寒不出来 我们怎么办 似乎连搜索之术 都没有半点用处 一片寂静无声 方寒消失 所有的人都哑活了 周天仙尊 齐真君 齐真王 极乐和尚 圆觉菩萨 甚至是一些神秘强大的隐藏人物 都纷纷震撼 不好 齐真君 你小心 太荒天突然目光一闪 对齐真君怒吼道 齐真君一愣 立刻催动仙术 血气磅礴 身体之中的法宝都记得出来 他本来有一件绝品道器 叫做无量杭沙 但是被方寒夺取走炼化了 龙化进入八部浮屠 成为八部浮屠的元气一部分 所以 现在身上并没有绝品道器 只有一些半绝品 飞出来 链接成一片 声势也颇为好大 迟了 齐真君 你的下场 也和你儿子一样 一道静光闪烁 方寒化身成了一人多高的洪筐祖龙 出现在了齐真君的身后 浮屠龙火熊熊燃烧 他一爪抓下 锋利的龙爪 比任何绝品道器都要锋利争鸣 不止 千分之一个刹那 齐真君周身的许多半绝品道器 被方寒一抓而下 全部都浓缩 气灵发出惨叫 竟然被生生的龙化 化为神龙 进入了方寒的体内 随后 利兆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就直接插入了齐真君的身体之中 直接打穿了他体内的世界经历系 一把就抓住了他体内世界之中 虚仙法则的种子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齐真君惨叫着 施展不出半点反抗的眼泪 方寒现在是在风白雨的帮助下 施展出天皇境 而且融合了三大文派所有人的元气 每一爪 每一掌 都相当于三大文派所有的高手 加上三大虚仙 联合起来的攻击 也只有方寒强大的体内世界 和八不浮屠合一的洪荒左龙肉身 才能够容纳这么强大的力量 换了任何一个虚仙 甚至是真仙 都可能要被撑得爆炸 齐真君 受死吧 方寒龙爪无敌 捏住对方体内世界之中的虚仙法则 就开始发威 无数的力量传递进入 顿时就把齐真君的身体 差点都撑得四分五裂 龙爪之中 狂暴力量 携带着方寒本身力量 风白雨的力量 三大门派诸多绝品盗起的力量 一击之下 真仙的体内世界也抗衡不住 更别说是还没有修成真仙的齐真君呢 立刻齐真君的身体就开始军裂 而他的身体刹那之间缩小 被方寒吸入了龙爪之中 齐真君 大意叫周天仙尊立刻出手 轰击向方寒的龙体 但是被方寒一尾巴就打破了护身钢器 远远的甩飞出去 不过还好 方寒全力镇压灭杀齐真君这尊虚仙的时候 来不及灭杀他 让他逃离了出去 齐真君凄厉的惨叫 响彻在了灾难神殿之中 太皇天看得是甘胆剧烈 齐真君可是自己邀请来的贵客 同宫对付方寒 现在不但没有灭杀方寒 反而被方寒偷袭 吸入龙爪之中 显然是凶多吉少 以后大意叫若是追问起来 太一门还不知道怎么办 太一门虽然强横 但是和大意叫这种超过百万年底蕴 唯能辐射无穷虚空的大教派 还是不能够比拟 小辈 你敢偷袭 找死 太皇天出手如电 大手悬挂 天河倒锤 五指如晴天度 封锁住所有的虚空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笼罩住方寒 就算他狡猾如鱿 也没有任何用处 要被太皇天抓在手里 但是奇迹出现了 方寒一下斩杀 齐真军形体再度消失 太皇天大手抓手之下 只抓住了一个虚影 虚影破裂 方寒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也抓不住他半点痕迹 天皇境 太皇天彻底恼怒了 他知道是天皇境的功能 这面古老的镜子 妙用无穷 虽然现在是绝品盗器 但是如果正常发挥 绝对比一般的仙气 还要厉害 不好 小心方寒偷袭 他又消失了 糟糕 齐天军都被偷袭了 怎么办 他要是偷袭我们 绝对抵挡不住啊 今天这么多的高手在场 居然对方寒没有任何办法 此人的能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防寒 小畜生 你有本事就出来偷袭我 不然的话 我施展窦灵尊者大道术 把你拘出来 窦日诺这位真仙也恼羞成怒 突然之间 身上射出了千百道元器 每一道元器都化为虚空大手 到处爆抓 在场的所有人都只感觉到 阴冷的风在身边呼啸而过 连元神都差点被直接抓了出来 但是 无济于痴 一点都抓不到方寒的任何影子 一击之后 齐天军消失了 方寒也消失了 整个灾难神殿 灾难平原之中 和方寒作对的所有修士 都处于了恐慌之中 天皇静的隐藏功夫 实在是强坑 没有什么纤属可以破解得了 不过 那冯白宇也越来越恐怖了 也不知道他修炼了什么法门 居然能够施展出 现在的能力 窦日落 这位真仙要搜索不出来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人人自威 恐怕 太一门的这次精心不止 要不攻自破了 水晶洞天长教水晶子 收缩了法力 他自然知道 方寒不会来偷袭他 但是 也怕混乱之中 水晶洞天的人损失惨重 于是 把水晶洞天的绝品盗器 水晶盲神兆 记得起来 全部的门派高手 都进入其中 太皇天用手一招 条条灾难之起 弥漫千百虚空 再次施展出了 厉害进法搜索 要让方寒 无所遁形 在那条条灾难之起中 无数鬼神的影子 在虚空之中 穿梭来穿梭去 不停地搬运着什么 但是 方寒依旧没有出现 现在怎么办 我们是逃出去 还是继续杀戮 多击杀几个高手 每击杀一个高手 渡化了 我的力量 就更增加一分 现在 我已经镇压住了 齐真军 虽然没有渡化 但也差不多了 能不能够闯得出去 在无数的微小空间尘埃这种 方寒浓缩成的 微小空间尘埃在其中 四真四欢 飘荡着 几乎是到达了一种 微妙的境界 借助你的原始之起 我已经把天皇境中的 厉害遁形之法 何光同尘大仙镇 彻底催动 不过 我的能力有限 不能够坚持长久 运用的多了 肯定能够显现出破绽 而且 台一门狠心一些 施展出毁灭性的力量 把灾难神殿 灾难平原中的真气 全部催动 那立刻就会把这个大地 换为乌有 千百万散修的性命 血肉 全部融入其中 炼化虚空 照样可以把我们逼迫出来 你速速度化齐真军 增强力量 等待时机 我们冲杀出去 海阔天空逍遥自在 让台一门吃个大亏 风白雨 站立在至尊龙珠中 无数纯阳元气 在他周身燃烧 他手持天皇境 不停地转动着 在天皇境之上 就显现出了六个大字 何其光 同其尘 这六个大字 古老 充满意境 真正有慧根的修士 一看到这六个字 心中就会领悟许多道理 这也是天皇境的一门手段 其中的一座仙镇 叫做 何光同臣大仙镇 正是因为这座仙镇 才掩盖住了方寒 所有的气息 能够使得方寒 神出鬼没 不过 风白鱼此时 就算由海量的 纯阳元气之声 转动天皇境 也非常吃力 脸上一滴滴的 汗珠低落下来 显现得非常吃力 那齐真君此时 被三大虚仙 玄无辜 缘无伤 宇文记 手掌插入身体之中 镇压得动弹不得 三大虚仙此时 不停地把大奎里术 大普渡术 打入了他的身体 渡垮他的同时 把他变成傀儡 齐真君不停地挣扎 但袁无伤本身的实力 就比他高强得多 更何况是三人联手 一下镇压住 怎么挣扎的武器于世 防寒强大的神念 更是灌顶而入 时间飞速地流逝 刹那之间 就是十年 二十年过去了 齐真君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度化 终于忍受不住 一下子 所有神念全部都崩溃 跪在地面上 脑袋扑扑下去 对方喊道 主人 奴才齐真君 勇士忠诚 不会背叛 如果违背 神行俱灭 好 又渡化了一尊虚仙 现在八不浮屠这种 四尊虚仙 我闯破关口 飞腾出去的把握更大了 方寒强度化了 齐真君 立刻把浑身的元气 和他沟通 神念打入了他的世界 控制住他的虚仙法则 介入到了他的神通法力 四大虚仙的所有法力 全部融入了方寒的本命世界 本命世界中的法则运转到达极限 那最核心深处的造化神奇残片 硅甲 也被催动的高速旋转起来 使得方寒的力量 一波一波 如同天地潮汐 狂勇不止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第487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